我是怪獸點名部的作者唐承偉 哥吉拉對我來說 它是我童年最重要的回憶 也是我現在持續創作的靈感來源 擴別十年 日本經典怪獸電影哥吉拉 在登大螢幕 二戰的時候 自從投下原子彈之後 比較偏向於說 因為核爆而造成怪獸出現 這樣的題材就開始震襲 那這個蜂巢也到日本 青蛋的攻擊而活下來的動物 是非常珍貴的 有點像是把日本人自己在摘後 戰後的處境投射在怪獸裡面 他做的事情卻是去殘害 跟他一樣受害的日本人 所以在第一節劇情裡面 其實是有這樣子的矛盾 本週等於揭開歌集拉最新面貌 5月16號下午4點晚上10點半 鎖定MUDN TV 異想世界